早晨 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这期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王偉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Raffi 今天大使有什么意思 我想一来看看港股可否破多近期的满局 始终成交或周试都不太明显 二来我想留意焦点就是车股 因为昨晚Tesla方面有这么大上升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的Tesla业绩后 急升超过两升 最新出炉的美国企业数据参差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就少于市场预期 到此轻微高开之后 一度掉头向下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140点 收报42,374点 跌0.3% 标指向上升0.2%收市 收报5,809点 纳指升0.8% 收报18,415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向下跌0.8%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油价先升后回 另外金价是继续做好 招点股份方面 Tesla业绩理想 并且被大行唱好的前景 股价急升超过两成 去到260.400美元的水平 Amazon和Meta都是靠稳的 特朗普概念股有回吐 分急跌四成 DJT也跌2% 芯片股方面 NVIDIA微升0.6% AMD也向上 IBM上季的业绩差过市场的预期 股价急跌6%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普遍要向下 亚里比半港收市低0.6% 折合93.59% 另外美团折合186.8% 下星期公布业绩汇控ADR比半港收市高0.6% 友邦比半港上日收市高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近300点 跌近291点 最新部是37,852点 首要综合指数升18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价4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暂时没有变动 现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早段跌近60点左右 继续跟随着情况 现在和Rafi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先谈谈Tesla的业绩 我们昨天也详细拆解过了 看到它的毛利率有一个做好的情况 今天这些行业也开始说 其实上一季 第二季的时候 可能已经见到一个谷底的情况 可能第四季有机会回升到20%以上 我们现在看到 昨晚的股价最多升2.2% 去到262美元流上 创出月内的位置 收市的报价是260.48美元 多间大行都调升它的目标价 其中Wab Bush Securities的分析师说到 Tesla今次的业绩就是为投资者送上了 一份圣诞礼物提前 但补充说它的复苏仍然面临挑战 昨天看到列口高开再大幅做好 看完它的数据后 又看到它对前景的投射 前景的展望也是理想的 你觉得现水平追的风险又大不大? 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即是昨天收到206美元的位置 说真的才去追 我觉得有些风险 因为始终这么说 虽然昨天股价非常强 如你所说 高开完之后也继续扯上去 买单算是升超过2.1 买近2.2的升幅 最终的一点就是 与大家本身的预期有比较大的反差 如果你看到图很明显 就是昨天的阳烛之前 其实股价是比较弱的 以M7来说 特别是打了几只 NVIDIA这些比较弱的 它近期是比较弱的 弱的主因就是 因为当时之前公布的 Robot Hatch的计划 大家觉得是一般的 股价也是要下跌的位置 去等一份业绩 而好在业绩来说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比较好的 例如银行务雷率有个惊喜 或者是特别是展望 像你看这些科技类股份 或者类似主导股市的主要股份 前瞻的指引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给市场一个 比较好的信心 一个前景的话 自然一来一回 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所以变上升势 昨晚是非常强的 但始终一来 如果去到水平二八六 这些位置 如果计算预期的估值 也不是在下一年 可能在后年来计算 也不算太便宜 也很同意这些 就是业绩好 或者有机会是这两季 还能保持到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始终以中长线来计算 其实竞争仍然是很劇烈的 所以我觉得要看一看 有没有机会 之后有其他更多新的大动性 因为如果只是说 现在可能是车 卖多少部 各样赚多少钱 其实到差不多 便会到顶 其实不是只有它 很多车股都面对问题 例如比较迪为例 过去这几季大家开始说 就是每部车的利润 是到顶 或者是落下来的 所以要有其他新的趋势 虽然好像Tesla 会有 例如Mobotax 有很多不同的新技术等等 但问题是这些 什么时候是真的不可以出来 甚至乎是 有一个比较大贡献 带回整份业绩 带回估值再上 我想也要多些时间再观望 所以我想去到这些水平 不太建议追进去住 但当然 如果真的有货 我觉得暂时还可以看一看 但这些位置也是关键 就是260元 如果你看这图很明显 就是拉过去 其实好几次 不要说远 可能最近 其实9月底 10月初 都试过264 265的位置 大概都是260左右 你会看到几个顶 所以我想真的 如果再要看高的话 假设这么说 我想真的要升穿 站得稳这些位置 才有机会再标多一层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没有货的 我想暂时真的不建议追进去 是的 但是有货的 你又觉得还不需要去指赞 我想如果更好 当然是更灵活一点 去做 畢竟一晚都升了两成 一、两成 如果你说去到286 比如今晚回来 也是持续到这些位置 你可以再看一看 可否再增加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 好一点 这样说 我认为是先分住 去吃点壶 如果你真的要看好前景 因为刚才说 前景不是没有东西去看的 但只不过真的要看 什么时候出到来 或者什么时候有大贡献 去带到分业职 带到盈利 所以我觉得 又不是需要因为这些位置 而所谓清醒它 但是 你可能吃着三分一 或者吃着一半 这样有机会再移低一点 因为其实Tesla的股价 都属于比较波动 其实近年更加明显 不是以往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也会有机会 调整回来 所以看好前景 你可否再调整回来 才会加回转头 比较好一点 其中一个风险 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是一个特朗普的 很忠实支持者 现在每一天都在派 100万美金 给一个抽奖 中奖的选民 现在有报导说 其实美国司法部 已经发信警告Elon Musk 这个派钱或者是违法的 有两样东西 第一是是否违法 它一个灵魂人额 是否会有一些官非 大家要值得留意 第二就是 它一个特朗普这么大的支持者 未来的大选结果 会否左右着企业未来的经营 大家都可以继续密切关注 我们看看美股上天的情况 就是个别发展 标指在年跌三天之后 其实看到一个反弹 昨天整体数据来说 大部分表现都是理想的 九月份的制造业PMI 就是47.8% 这个数字是高过预期的 服务业的PMI 亦是高过预期的 最新的数据是55.3% 服务业的比较好 因为始终是50%以上 另外九月份的新屋销售 按月有4.1%的上升 这个数据亦是好过预期的 上星期的新生领失业 亦是比预期低的 上两天的长债息 10年期的债息 去到4.2厘以上 其实现在仍然在4.2厘以上 但到了近三个月的高位 4.25厘之后 好像稍稍看到高位回落 现在越来越多讨论 就是美股见顶 或者不是见顶 也有高处不升行的恐惧 或者忧虑 你又怎样看呢? 其实也同意 因为近期美股市场很有趣 即是美股那边 你见到美股 其实整体还是算强的 即是几个指数 虽然不是同步地破领 或者同步地一个继续扯上去 例如Nesda跌的时候 Dow又升 但问题就是三个指数 仍然在高位 其实是比较硬正的 但是与此同时 你见到近期美股所谓硬正的背后 如你所说 债息是飙升得挺急的 特别是长债息 大家开始谈多些 就是国际限日价的因素 而以来除了债息 所谓扯上高一点之外 另外就是美元来说 其实美匯也弹了不少 虽然昨晚稍稍稍回落一点 但仍然是104层上 其实这两个角度来说 其实反过来 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保守一些 或者是类似偏观望的心态 也会比较重一点 对 一来为什么会有避险 或者偏观望 我想除了宏观 可能是中东局势之外 其实另一边来计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 所以我们都可以 所以大家应该是 必须得比较好的 或想做一些 看来 点赞 更多的是 又不及 如果我们不用